今日的嘉賓是資深媒體人號李茂先生 學生好 Lily好 各位網友好 那特朗普的新內革名單 為什麼引起這個爭議呢 是什麼原因呢 學生 這次呢 特朗普重返白宮 人都沒有入白宮 雖然就是在過去的星期三 他已經得到拜登的邀請 現任的邀請就去重返白宮 就是禮節性權力交接的事業 但是特朗普現在都沒有正式執政的 因為他是要到明年2025年1月20日才正式成為美國第47任總統 但是他已經在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 已經設立了一個臨時的白宮之類的辦公室 就是說海湖莊園變成了特朗普現在準備執政的一個大本營 可以說他的智囊 他的準備執政的團隊 當然大部分都是曾經幫他在11月5日幫他競選 取得今次幾乎一面倒勝利的一個團隊那幫人 都是協助他在1月12日1月20日上位 已經宣佈了十幾個未來內閣的名單 這個名單一出來就令到第一 令到現在美國政府的體制中人 有很多人大驚失色 為什麼呢 怕到下巴都掉了 因為特朗普那個人選 個別的人選 在現在華盛頓這個官僚體系既有的思維 以及以後的做法裏面都是離京半島 是不安排你出牌 第二 亦都是打破了過去二三十年來 美國政府那種 對於內閣成員那種人選擾巴 資歷和他們那個聲望的標準 當然是一般的標準 特朗普這次委任最受爭議的就是司法部長 衛生部長 現在衛生部長已經確定了 是會由小羅伯金乃迪去做 國防部長 部門 引發華府現在的官僚體系 特別現在相關部門中人十分之震動 震動是他們覺得第一 特朗普想搞什麼 例如國防部長 找一個不夠班的所謂排長 或者是又沒有讀過西點軍校 又沒有什麼很顯赫的戰功的人來做國防部長 就好像安排一個類排長式的人去指揮五星上將去戰場打仗 所以他們那種憂慮 覺得特朗普這次內閣的關鍵部位 司法部長 特別是國防部長 竟然是霍氏新聞的一個主播 做了八年的主播 就不是一些在軍隊裡面很有名望的 一走出來身體掛著整排勳章的人 這種非傳統也完全脫離了 這個不現存官僚體系的思維的一種任命 是可能非共和黨或者是非特朗普的陣營的人 是有很多都摸不著頭腦 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 特別是 特別是這個中共更加觸摸不透 因為特朗普很故意就是中共捉摸不透 打仗也是這樣的 如果你了解到對方百分之一百 它是百戰百勝的 但是如果中共又捉摸不到這個特朗普 那麼它又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手段 特朗普反而勝的 是 它現在可以說的手段或者人選 很多都使得不單止中共摸不透 特朗普現在想怎樣 特別是國務卿 現在已經確定了是由佛羅里達州 這個Marco Rubio 魯比奧 就會做未來國務卿 但是魯比奧在2020年的7月和8月 是兩次被中共制裁 7月份的時候就是 魯比奧那些法案涉及新疆 指新疆是中共實施種族滅絕 所以制裁它 到8月 說魯比奧推動香港人權與自由法案 是干預香港內政 干預中國內政 所以又制裁它 第二次 在一年裡面被中共制裁兩次 唉 已經想著魯比奧 你死定了 以後你不用跟中共打架 結果現在做國務卿 要跟習近平 要跟中共對口的官員 要開會 要聊天 那中共是否讓它落地呢 是否讓它進來國境呢 現在是貴為國務卿 再不是參議員 所以中共這次從上身 都沒有想到這些制裁的人 是可以一天成為華府的權力核心的華視人 例如魯比奧 中共這次可以說動彈不得 撤銷的制裁中共很沒面子 不撤銷的制裁 那以後怎麼交手呢 是的 Lily 你幫中共想一條脫身制裁吧 不能脫身 就是它是要落臉的了 一定的了 因為它一去訪問什麼呢 就是中共立刻大門大開 迎接都來不及了 現在拍馬屁啊 都來不及了 那拍馬屁中共就是很 很沒面子 以全制裁你 打算死定了 你一輩子都不用來大陸 你一輩子都不用來買樓 是啊 你知不知道 中共本身是一個流亡來的 就是它本身就是撕了棉皮 現在它不要臉的了 現在就 它的政權都是在搖搖欲墜 因為這個經濟不行 民眾反彈又多 怎麼算呢 是啊 經濟不行 外交失利 以至到整個國際大氣候 地緣政治因素 中共全部都是落於下風 甚至很惡劣 怎麼也好 星期六 即是這個星期六 16日 拜登和習近平都會在南美洲 在秘魯首都利馬 在這個亞太經俠領導人峰會上 就會進行長邊會晤 應該是拜登離開白宮之前 最後一次 也都可能是拜登這一生人 最後一次見習近平 你知道 喂 八十一二歲老人家 還可以見到多少次面呢 習近平看來 也都應該是他 在這個 這麼高權位 應該是最後一次跟拜登見面 兩個人應該是 聲聲相識 可以說 在秘魯首都 大家 第一就是重逢 上一次就是 是2023年 就是去年的11月 在舊金山的拜集會 現在一年之後 回到南美洲見面 這次都是禮節性的 其實都 第一 拜登已經是 快到了 還有一個多月 就要離開白宮的權力的中心 就交給特朗普做 他不可以做任何的重要的決定了 因為特朗普已經是 接了權的了 接權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自從十三 不是十 我們叫做 星期三 沒錯 十三號 拜登和特朗普在白宮見面 就那天開始 交收是嗎 還沒有交收 但是 特朗普已經 和拜登同樣收到 所有美國政府的 當天的文件 情報 以至到任何的外交 內政的資料 是他有一份副本 同時間是給特朗普 就是說特朗普現在掌握的資料 和美國現任總統拜登掌握的資料 是平衡一模一樣的 雖然 作主的 未來的一個多月都還是拜登 但是特朗普已經掌握了美國的 內政外交、軍事 和拜登所得到的資料 和保護 是同一級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和習近平見面 都是 大家都是 會不會說是 老鄉見老鄉咬淚 什麼 雷汪汪 雙眼淚 他們不是老鄉 不過他們是有相同點 差不多的 眼淚 會不會流呢 到時候 新聞看看 都不會這麼收家的 拜登這些老油條 消奇奇 就放毒蛇 都會和習近平在全世界記者的鏡頭前 都會 大家都是握手 聊天 聊天 輕輕鬆鬆 因為無官一聲輕的了 拜登準備安度萬年 就是和大家提提這件事 就是 是習近平這次和美國總統 最開心的一次見面的了 因為第一 沒有什麼包袱 拜登都不可以做任何事情了 不可以答應你任何事情了 說了都沒有用了 因為擲裝的 過多月之後就是 特朗普 第二 習近平可能都會透過拜登 講一講他自己的心緒 希望未來美國怎麼樣怎麼樣 希望拜登能夠傳達到給特朗普知道 為什麼拜登可能做信差都不出奇啊 講給你 這個信差就可能是我們一雙情願 但最重要就是 現在那個特朗普的內閣 那個所謂班底 那個班底是相當之 令到很多 建制中人也好 甚至共和黨的內部 都會有些人 可能不敢反對 但是都可能 嗯 或者搖搖頭 或者看看怎樣 剛才提到國務卿 就沒有什麼爭議的了 Marco Rubio 這個53歲的佛州參議員 當然是中共的眼中 補助國務卿 那他應該都是強硬 和 路比奧支持香港抗爭運動 所以 香港港共這班 李家超啊 鄧炳強啊 陳國基啊 陳茂波這班人 你們都不會有好運行的 估計 對習近平是一個 很頭痛的事 不知怎樣去解冊 國務卿 因為已經 偉以成出 反共先鋒 是鷹派 中的鷹派 是做了國務卿 比起布林肯 那種陰陰柔柔 淡淡定定 好似天跌下來 當被蓋的布林肯 這個 魯比奧 將會是一個雷霆猛漲 那 魯比奧 會不會好像是第三把手 那樣 那 那 那 應該是了 沒錯 但是 如果在實務來講 國務卿做的事情 還要影響力 還要大 這個副總統 因為它是掌握實際的具體事務 和和各國的交往 是即時和回應很快的 那就是 明義上是第三把交椅在內閣裏面 實質上就是應該是第二把了 就是說總統就到他 就是要處理那些 差不多是代特朗普去周遊列閣的了 那 另外另一把 習近平雙腦筋的就是 已經傳 上一任 就是第一次特朗普任內的 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 將會成為第二任特朗普總統的 貿易沙皇 將會處理和中共的貿易談判 這次打第二次貿易戰 找回這個老猜骨 萊特希澤出來 中共又是頭痕 記不記得萊特希澤 跟當時劉鶴 劉鶴就代表習近平 跟美國談貿易戰 打到這個劉鶴 真是一殼眼淚 就是這個萊特希澤 那中共沒有爭議了 美國現在說明是有邊境沙皇 這個叫做霍曼 要解決非法移民 就是非法入管者 對中共就用貿易沙皇 既然有邊境沙皇 也有貿易沙皇 就是萊特希澤 跟著司法部長 就是佛羅里達州 今次很多佛羅里達州的人 入國 佛羅里達州的眾議員 馬特蓋茨 就將會是司法部長 是要終結美國民主黨政府 將司法武器化 因為民主黨政府 就是在過去的三年多 利用司法部 DOJ 不斷向特朗普 就是加很多控罪 有些是透過司法部 有些是透過司法部 影響到南州 紐約州 由紐約州 去向特朗普 進行很多司法的控訴 所以 今次特朗普回來 要清洗這個司法部 要切除它 將司法武器化這種情況 不能夠用司法當作黨爭的武器 要回復司法的信心 國防部長 就是44歲的 剛才我說的 霍氏新聞的主持人 赫格斯 或者是赫格塞斯 或者是海格塞斯 這個44歲的國防部長 真是令到很多人都大跌眼鏡 他雖然曾經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 也都是陸軍的 叫做Green Barrett 那些六點武的特種部隊成員 但是他 對於軍隊要清洗 要清洗那種 覺醒文化 叫做Wooknes 這位 這位 叫做喀格斯 是急先鋒 他就說 打仗是男人的 第一要務 你要找些吾男吾女 又男又女 忽男忽女 甚至跨性別的人去打仗 即是那型的士兵 這些CAMCAM的軍隊怎麼打仗啊 走出來 未曾打仗 人家已經看死你了 即是你又輸人又輸陣了 所以赫格斯說 我們要終結軍隊裡面的什麼DEI 什麼多元種族 多元什麼 其實赫格斯說這麼多都不及 7月13日 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 被人開槍企圖暗殺他 那時候 有美國的特勤局的特工 在他身邊 其中一位女士 是有份幫忙 即是他撲出來 即是等於擋子彈 第一 大家看到這位女特工 身材 我們不是說損味 但是都比較肥胖 不夠靈活 第二 比較矮 從旁邊那個高大的男特工 一比上來 這位女特工 是不是似乎不應該在這個位置呢 是應該找另一位更高大的人來擋子彈呢 但是 從這個特勤局 就是要有種族 不同種族 有不同性別 即是不是反對女士做特工 而是你安排去保護一個 可能會成為美國 當時7月13日 是參加競選期間 可能會成為美國總統的一個候選人 你這個特勤局的調度 找一些女特工去幫忙 是十分之不合當的 亦都被人對於女特工 特勤局 secret service 零眼相看 加上印號 怎麼這樣啊 第一 高度不夠 第二 不靈活不夠 還有 那些女特工 當他要護送特朗普回去車的時候 他把槍插回到槍袋 可能是同一個女特工 插的都插不回 插了幾次啊 是的 那就是 這個就是證實了 這個未來 或者準國防部長格斯所說 打仗這些硬斑斑的東西 是我們男士的特場專場 我們是要冒這個風險 是我們去做 不要求我說這麼多 這些跨性別 跨種族 這些就是叫DEI 所以這些覺醒文化 他就要將軍隊裡面清除 當然 未來國防部長 有更大的責任 就是要解決 2021年8月份 美國在阿富汗撤軍 導致了十幾名 據說應該十五名美軍 在撤退期間 被特聯邦打死 那個防部 當時負責的軍人 軍官 當然華事人是哪些人 現在三年之後 就是到2025年就是四年之後 特朗普要清算這幫人 你令到美國失威 令到美國軍人殉職 是不必要的 因為特朗普已經跟塔利班 談好了數 已經搞定了塔利班 如果特朗普不是2020年 在選舉裡面 他沒有辦法執政 2021年拜登一上場 就撤銷了特朗普 在阿富汗撤軍的所有部署 凡你特朗普說的都是NO 凡你特朗普搞定的都是扔扔扔 不開 結果 不信不理會特朗普 在2020年他選舉之前已經搞定了數的事情 拜登 在2021年一上台 半年多些 一撤軍撤到屁滾尿流 撤到十分之難看 不好就嚇罵拜登 他是三軍總司令 但是不怕各大樓、各防部 特朗普 和我抓這班契弟出來 當日你搞到十幾個美軍死亡 哪些人說事 為什麼要這樣做 要清算這班人 因為這班人是令到美國這個國際形象 大大丟架 同時也都是令到2022年2月24日 鼓勵了普京去侵略烏阿蘭 一看到美國 你奧富汗 打了20年 你撤軍撤得這麼流口水 就是你美國軍隊 你美國就是不能打的了 就是流東西來的 他間接鼓勵了普京侵略烏阿蘭 所以這個國防部長 克格斯 你說是不是很惹火呢 Lily 惹火到好像導彈爆炸那樣惹火 因為他將會清理軍隊裡面的覺醒文化 還有要抓到阿富汗撤軍 那些負責軍官 說得是那些人 當時你給什麼指令給拜登 為什麼要 總之你搞死了十幾個美軍 國防部要負責 美國不應該有任何人 在這一場打了20年的阿富汗戰爭裡面 美軍不應該有任何人傷亡的 因為 已經塔利班答應了 答應了 特朗普用他的談判技巧 說好塔利班 是很有秩序 塔利班也不敢越雷似半部 但是你拜登不信邪 凡你特朗普說的事做的事 你是吊磚來走 結果就是 無緣無故死了 這個國防部長的事 可以說 五個大樓那幫將軍 話事人 是有得陣 沒得睡 是啊 可能就是因為他的思想 所以特朗普就會 叫他做這個國防部長 沒錯 他是很支持特朗普 也是很 維護美國的那個國際形象 這個44歲的 叫做赫格斯 是看他 好像青涼白正 靚靚仔仔 但是這個人的言詞很厲害 是寫了 有寫書 寫了兩本書 我想特朗普都看完 我覺得這個人 批判軍隊裡面的那些流弊 和那些國省文化 怎麼令到美軍 真是又不能看又不能打 又令到軍中 差不多整支軍隊變成了那型軍隊 這個赫格斯 就是要把這個那型軍隊 要恢復一個陽光之氣 美軍不是這樣的 美軍就是應該 全世界都期望是一個 紅豆的戰鬥的紅絲來的 那麼他要恢復 讓美國軍隊再次偉大的重任 國家安全顧問 在內閣裡 就是安排了一個 共和黨的眾議員 叫做瓦爾茲 做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那麼這個50歲的瓦爾茲 你把他的樣子擺出來 和現任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 沙利文一比較 你又看到特朗普的特色 就是男人就是這樣的樣子 國家安全顧問就是這樣的樣子 就是一種擺出來的樣子 就是一副戰鬥格 就不是用來猶疑不決 沙利文大家知道 最近有訪問 幾個月前有訪問中國的 看到這些這樣的 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 那種陰陰柔柔和布林肯同一種露素 這個瓦爾茲 原來也是陸軍特戰隊 這個綠扁帽的退役隊員 對於恐怖主義 對於美國的威脅 這個國家安全顧問 將會比好一點 另外國家情報總監 就是由前夏威夷的眾議員 民主黨的 曾經是民主黨的 現在已經加入了共和黨的 加巴德這位女士出任 這個加巴德的形狀很好 由他做DNI 叫做國家情報總監 跟特朗普關係相當之好 因為在過去兩三個月競選期間 這個加巴德不斷為特朗普撐場 邊紀沙皇就由霍曼做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也是一個三十位 這個就是史提芬尼克這位女士 作風強悍 在今年年初 在國會傳召美國長春藤那幾間大學 包括賓州法尼亞大學的校長 來質詢他們 在校園的反遊示威和責任 支持巴勒斯坦 即是去年10月7日恐襲 以色列那些哈馬斯 然後在美國的校園 就發生了很多佔領校園或者校園責任 那這位史提芬尼克這位議員 就是當面質詢這些校長 你知不知道這樣的做法是顛倒是非 這種反遊的做法 是完全是無視事實根據 所以今天令到那些校長 就是口咬咬 後來那些校長都被他執訊了之後 這些校長都是要辭職 因為美國的猶太人的富豪 自從去年10月7日 哈馬斯恐襲以色列之後 而這些長春藤的學校 那些校長去縱容校園反遊示威 我不會再捐錢給你們的大學了 第二 這些長春藤參加過這些反遊示威 或者是在校園責任的學生 你們不用再來我們猶太人開的律師行應徵 你連申請你都不需要 申請之後我都不會給你面 因為我們不會接受反遊的人 來我們猶太人開的律師行做事 因為你這麼喜歡哈馬斯 這麼喜歡巴勒斯坦 你去找他們 來吧 我相信 我相信 12月7日 哈馬斯控襲以色列 導致美國的猶太富豪 突然間覺醒 蛤? 我們捐錢出來給那些大學 教出那些年輕人 個個都反以色列 反遊反到出執 個個都看到猶太人在後面 就想打前面 嘩!怎麼搞的啊? 我們給錢 反我們猶太人 所以 這次 特朗普 贏到開行 猶太人 所影響的票 是不能夠忽略 這個也是 這次 特朗普的 內閣裏面 也有很多支持以色列的 支持猶太的 一些國員 出來了 白宮幕僚長已經是 蘇斯威爾斯 這位白法 這位 叫做 Ice Maiden 這位兵女士 由她做白宮幕僚長 是美國第一個女性白宮幕僚長 中央情報局局局長 CIA局長 由特朗普上任 做總統時的國家情報總監 叫做雷克里夫 叫做John Radcliffe去擔任 能源部長 由北達科他州的州長 柏金 去做能源部長 全世界最期待的就是 新設的一個部門叫做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當時英文簡稱 叫做D.O.G.E. 是由馬斯克 以及曾經想 競逐 這個共和黨 總統的一位 印度裔 叫做 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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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剪辯公務員 要剪辯美國聯邦政府的預算 以及要去行公兩席 去称下官員 去計算下部門 將會在六萬億美金的聯邦政府開支 看下可不可以剪辯到 少則一萬億 多了兩萬億 然後這兩個人去負責 你剛才聽我們說 還沒說我們最新知道 是由小金賴迪 小羅拔金賴迪去做衛生部長 這個很嚴重 因為小羅拔金賴迪 第一就是反疫苗 第二是對那些大藥廠 謀暴離是深惚痛絕 第三是對於美國的食品行業 以至美國的食品工業 令到美國人的健康 個個男的大肥佬 肚子比尼少佛更大 女人吃到個個都大三婆 就對美國的食品工業 為甚麼會做這麼多垃圾食品 令到美國人的健康變成全世界 即是美國人的所謂壽命 美國人的男人去到多少歲 女人多少歲才死 為甚麼在世界上排名這麼低 比日本還低 日本是長壽國家 知道嗎 但美國人不是短壽 但起碼都不長壽 那麼小羅拔金賴迪就要來整頓 可能會撤銷美國的FDA 聯邦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就說太多既得利益 是勾結美國的公共衛生 公共食品管管部門 所以令到美國人的健康受影響 當然有左派的媒體就罵 小羅不金賴迪 你說疫苗有害 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這些全部你自己 反疫苗可以 但是你做衛生部長 將來你不可以這樣說疫苗是怎樣怎樣怎樣 一直都說 它沒有科學根據 但是特朗普就是要找小羅拔金賴迪 來去整頓美國的公共衛生部門 反建制 反建制利益 反既得利益 由馬斯克那個政府效率部門 是得罪了全美國的聯邦公務員體系 到小羅拔金賴迪 得罪了全國的藥物 開發藥物生產的行業和食品行業 哇 就是這兩樣反建制 都可以令到被人思考 馬斯克和這個Vivic這兩個人 和小羅拔金賴迪 你們的人身安全堪餘 生命可能受到威脅 因為有很多既得利益的人 不能夠接受你去 虛弱了他的利益 就可能會出現 就是傷害這些新的美國的 話事人的一些瘋狂的行動 我這裡是踩拆的 我不是估計它一定會發生 但是因為你是動到很多很深層的利益階層 就是破壞了他們的法財大雞 壞人衣食 是不是很多人都覺得 真是該殺 當然我們不是說 馬斯克或者小羅拔金賴迪 該殺的東西 他是坐在一個火山口上面去做官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些美國人為什麼這麼肥呢? 就是因為吃到那些垃圾食品 吃得太多 而且他們如果做那些垃圾食品 成本便宜 他簡直就是一個 化工的 用一些很便宜的化學食品 去做出的一個食品 給美國人吃 吃了就胖了 很多的糖精之類等等 諸如此類的東西 全部都是垃圾 吃到一堆垃圾 那他肥不肥呢?肥呢? 又有很多各種各樣的疾病 這樣就令到這個美國人 他為什麼呢? 為什麼是貪這些利益呢? 他有得貪的嘛 就是說你要選一個原材料 比如說好的材料 那你要付很多錢的嘛 但是這些是健康食品來的 就是原材料的健康食品 對人的身體是好的嘛 但是如果你是花一毫子去買那些什麼垃圾 就是說化學品 去做出這個垃圾食品 這樣去賣給人家 那就賺的利潤就多了 還有他貪的錢又多了 因為他貪了一大筆錢的嘛 他只可以拿出一點點錢 給你做那些垃圾食品的化學 就是用化學造成的 那是不是很可憐呢? 這些美國人吃到這麼多的垃圾 是 同時呢 也是在醫療系統裡面 又要去餵這些吃垃圾食品 搞到身體 那種無病百出的人 去付出全國的醫療成本去醫他們 因為那個利益鏈 你剛才說垃圾食品 那些是我們中國大陸叫做黑心商人 美國這些叫做無良心的商家 就是為了暴利 為了謀暴利 不惜做一些又多糖 又多脂肪 可以說是化工產品 有些是石油的低端的產品 就是低成本 沒有營養的 全部都是那些垃圾 沒錯 做到美國人吃到胖 到屋子的門口幾乎進不了 然後跟著就 到他們中年 老年之後 身體各種疾病 就要靠醫療 於是社會成本 全國的成本 為了治療這幫人 就是美國人要埋單 到最後都是這些肥佬 或者這些肥婆的人 和他們家人去埋單 因為他們要納稅 這就是美國這個飲食文化 到醫療文化 到製藥文化 全部都是一個產業鏈 一個食物鏈 是他們不斷在這裏 資本家 在這裏 互相依賴的情況之下 就謀取最大的利益 甚至是謀暴利 非常暴利 現在小羅拔金賴迪就要整頓這種文化 令到美國的下一代 從小時候開始 第一 要正確的飲食觀念 第二 要那個行業 食品行業 要做一些合乎 人類的基本健康的條件 標準的食品 不可以再將那些化工的低端產品 再送上市場去殘害美國人 到最後都是美國 現在精兵很多人過不了關 就是體能過不了關 過不了關就是因為長期你吃的東西 可能就太肥了 當然美國人有另一種行業 就是健身行業 又很興旺 因為那個食物都這麼超重 不就要減肥 何時買很多健康器材 這些就是一個所謂美式文化 給很多人救病的地方 這次特朗普出來就是要推行另一套價值觀 第一 回歸傳統美國的立國價值觀 第二 美國社會不可以再放縱這些資本家去謀佈你 第二 也不能夠主張那些小孩放縱這樣 不知好醜 隨便就手 什麼垃圾食品都搓進去 第三 也不能夠放縱那些華盛頓的公務員 聯邦僱員 是個個都放縮 開的職位 在拜登時代越開越多 據說現在有428個聯邦部門 馬斯克 和他的伯父說 100個都差不多了 可以減掉300多個 你想想 這麼多人 領公帑 食黃糧 但是做出來就美國人買單 搞到聯邦預算六萬億 現在要剪 應該叫做六萬億 沒錯 現在要剪 兩萬億 希望真的剪得到 不過這個很重大的工程會開除很多既得利益者 所以我說現在特朗普的內閣裏面 很多的新官是很高危的 他們的人身安全很高危 但是為了美國呢 包括司法部長 包括國防部長 包括特朗普 那個馬斯克 和他的搭檔Vivic 這些都是三沙衛 這些都是不討好 當然羅小羅伯金 乃迪那個 簡直是得罪了全美國的製藥業 全美國的食品行業 真是走出來真是鬼見仇啊 所以特朗普都是要做 都說要做 都說要做 因為對美國好都要做的了 得罪得罪所有人都要做 得罪都要做 因為如果他不做 那麼他得到這麼壓倒性的選票支持 那麼他就有負選民所託了 選民就是要你回歸常識 我們回到基本的立國精神 別再說那麼多什麼 什麼DEI 什麼diversity equity 或者inclusion 別再跟我說那麼多什麼CRT critical race theory 就是說這些什麼黑人 美國是由黑人開國的 黑人首先去發現美國的 現在那群DEI的左翼 極左 要將美國歷史改寫 是黑人才是我們的finding fathers 最初發現美洲是黑人 現在要改這些歷史 還有美國的立國先賢 什麼個個都是白人 這些白人智相 又將他們的蟲像拉倒 這些是殖民者來的 現在要這樣做 特朗普說上台之後 我要規定所有國家文物 包括銅像雕像不能夠破壞 破壞就以刑事論署 因為這些這樣的東西是美國傳統的一部分 不能夠用今天的理論來改回當年 所以是當年有黑奴 是不對的 所以美國有南北戰爭 有解放黑奴戰爭 但是不能夠因為今天你那些什麼 要搞這個政治正確 就改寫回當年的歷史的嘛 不能夠用現代的方式去加諸當年 所以美國要教一些立國 開國緣分那時候 美國為什麼會成為美國 五月花號 為什麼裝著這麼多從英格蘭開來的清教徒 為什麼美國由清教徒立國 為什麼當年他們是以基督教的信仰 來支撐他們在新大陸 美國開發了美國這個地方 美國原來是新英格蘭十三州 是英國的殖民地 是英皇的殖民地 為什麼他們反殖 為什麼他們反英皇 反這個帝制 因為那些帝制是在壓迫殖民地 有些像香港 壓迫殖民地 殖民地就是爭取獨立 就要擺脫王權 我們不要你統治 你除了風 除了雨 可以進我家裡 皇帝和皇帝的爪牙 是不可以進我家裡半步 所以美國要有勇槍權 誰在我家裡 還沒得我同意 我喝他三聲 他不走 我就可以開張合法射殺他 所以在美國 去別人家裡 見到土地寫著 不得善闖 如果你善闖 還沒得主人同意 你被主人射死了 主人是沒有罪的 這個就是美國人的那種私人空間 重視個人權力 個人的權利 所以要有勇章權 接著要有言論自由權 是啊 何先生 以前如果是香港 以前早早就已經獨立了 可能是不會那麼容易被中共收回的 因為剛才說了獨立 但是因為英國人要和中國做生意 在80年代中 英國和中共談判 將香港未得香港人的全民公投的意願表達之前 完全不讓香港人參與 當時曾經有行政局的成員 希望有香港人的代表 但是被中共一手就拍死了 不需要了 我們中英兩國政府談判就行了 是不給香港人的代表 那時中共都沒有完全掌握香港了 為什麼中共有這麼大的一個說話權呢? 因為他是土匪 因為他是流氓 因為他是爛仔 因為他不遵守國際 不遵守國際法 總之就不給 在聯合國來說香港這些殖民地 是應該給香港人有一個住民自決 在聯合國的中文本叫做民族自決 包括香港 如果在英國之前就已經獨立 比如說英國殖民地的時候 就是97年之前 如果香港就已經獨立了 反而是更加安全的 反而是沒有這麼容易 就是已經獨立了 香港人說事的 就不會這麼容易 就給中共去搶回香港了 這年歷史沒有如果的 第一 英國是在1949年之後 是差不多頭幾個 首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 第二 在50年代、60年代 是中共在毛澤東控制之下 是警告英國 不能夠搞香港獨立 所以就不搞 所以第三 在1971年 中共入聯合國 馬上快手快腳 就把香港從殖民地的名單 私自刪除了 是靜靜地 聯合其他亞非拉國家協助 把香港從聯合國殖民地的名單 香港和澳門 就剔了出來 所以 香港人 一早已經被中共 在60年代 70年代 已經 一早已經密謀 要 剝奪香港人的 自決權 但是香港人 一點都不知道 是 不知道不得此 還要被中共欺騙了 哎呀哎呀 我們回歸祖國 是一種民族的光榮 我們擺脫了殖民地 香港人很多 大中華膠 就被中共這些 漂亮的言詞 就困了 就相信了中共 當時你知道 80年代 搞改革開放 趙紫陽的聲望 是被香港人覺得 真是有希望 中共 改革 如果能夠 走向西方 開放政權 香港人有些寄望 有些幻想 中共會變成了 會有一天 會有政治改革 會有選舉 這都不切實際 現在看來當然是不切實際 但是當時香港人 是有這種這樣的幻想 但是看不透中共的本質 就算穿了西裝 打了靚太 你還是草匪 你流氓的本質沒有變 你是殺人魚麻的 汪洋大道的心態 是一天都沒有改變 過去那七十幾年 七十五年來 中共的性質 一分一毫都沒有改變 所以 香港人這次 經過2019年的社會抗爭 終於由年輕人 由勇武派 點了 但是香港人知道 和中共不共大天之仇 是殺父仇人來的中共 將我們的祖輩殺了 甚至現在準備殺了香港的新一代 如果沒有這幫勇武 真是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這個中共 原來是這樣 真是殺得下手 是因為這幫勇武出來 中共是用它那些 真是非常惡劣的手段去鎮壓 甚至是開槍 才知道原來 中國是這樣的本色 真是很多 親自鎮壓 射殺 或者是用 這種那種的 骯髒手段 所以 陳彥霖 周梓樂 很多這些 莫名其妙 甚至由高樓大廈 被人推下去 或者是所謂跳樓自殺 有很多 應該是中共特工做的暗殺 這些是中共欠香港人的血海深仇 大家看看尖沙咀 被射爆眼的女士 看這件事大家知道 這個女士在尖沙咀警察罰 外面的巴士站那個停 躲在巴士停後面 被在警方射出來的彈 射爆了她的眼 香港警察 香港政府 都未曾說得清是什麽事 北京中央電視台 那天的黃昏新聞 已經直接說 他們被自己有射爆 Friendly Fire 英文說 Friendly Fire 他們自己射爆自己人 香港政府 香港警察都未敢說 要編個故事都未編 未寫好劇本的對白 要宣佈 未宣佈 中央電視台 已經第一時間 距離尖沙咀 射爆眼這個女士 發生這個案 不足幾個小時 已經代香港政府 說了 他們自己有射 如果不是中共特工 怎麼可能這樣做呢 中共直接鎮壓香港 所以特朗普說 2019年 我阻止了共軍 在深圳準備操兵過來 想香港變成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 我阻止了習近平 快點撤兵 你不要再到香港 不然你有難 特朗普說了很多次 他阻止了解放軍 在深圳操兵下來 因為他說 習近平準備 血洗香港 是啊 當時很多人看到 有很多的坦克 開過來 經過深圳 準備 還沒開過來 但是特朗普說 我阻止了習近平 血洗香港 他有情報收集 他有軍隊的資訊 有人做衛星 他有很多 這個看到香港人 在2019年 是命圓一線 幾乎是被習近平 是 即是屠殺 可能美國 他在高空 衛星那裡看下來 就看到那些坦克 軍人之類的蜂擁去香港 準備滅了香港這幫人 是 未知死 好 今天都差不多了 特朗普這個新的報告 是會有很多 後續的發展 或者是我們適當時間 再跟大家聊 Lily好嗎 好啊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多謝各位支持 拜拜